主料,蜜饭200克,主料,食用油,白醋一勺,白糖一小勺,食盐二分之一勺,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,蜜饭在温热的时候,加入白醋,糖和食盐,产饭均与备用,三角模具里装上米饭,压食,到处制作成三角饭团,锅内放入食用油少许,下入饭团间,将饭团的各个面都兼制焦爽,即可。 装团提可食用,可以直接吃,也可以配酱料吃,根据个人喜欢则行选择,烹饭技巧,解决剩饭的一个好方法,先饭团的时候,货口不要大,以免导致外面糊里面上不热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